主料,西芹250克,辅量,油,盐,青椒,姜,葱,蒜,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黑木耳泡巴洗净,西芹摘去叶子,切成鞋寸段放入开水锅中,烙水后控制水分捞出,葱鞋丁,姜切丝,蒜切片,青椒鲜块,锅至火上加入色拉油,油温扒成热水, 直接加入姜丝,葱花,蒜片炸香,再放入西芹搬炒均匀,接着放入黑木耳搬匀,接着放入醋,放入盐,放入青椒搬炒均匀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此菜不宜炒至时间过长,以保持西芹的脆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